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局長廖秀通批評九鐵 在路軌發現裂縫後 未有妥善處理 包括即時通知運輸處和乘客 其實一路算下去就不止了 因為每一輛移動 令市民失敗預算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已經要求九鐵徹查和提交報告 九鐵主席田北辰就承認 在發現裂縫18分鐘後 才通知運輸處和乘客 是做得不夠好 認為九鐵處理特法事故 太過默守成愧 值得罵 為甚麼 我覺得 我時候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們都有作出檢討 我們公司一路下來的 漁用規矩 就是凡是有些事故 他們要過了20分鐘 才是叫做重大事故 才通知全世界 田北辰又說日後發生類似的事件 會盡快在3至5分鐘內通知乘客 列車可能會有延誤 等乘客有心理準備 西鐵會提前在星期二 給市民試踏西鐵 九鐵主席田北辰 和九鐵行政總裁楊啟燕 和傳媒試坐西鐵 西鐵會提早在星期二 早上的10點鐘給市民試踏 星期三和星期四 就會由早上的5點45分開始 給市民試踏 立法會調查沙士專責委員會 首次進行公開言訊 傳召多位醫護人員作弓 賴永保報道 首日被傳召的證人 包括廣華醫院行政總監陸志聰 他表示 當時幻想沙士的廣州中山大學教授 劉劍倫 和妹妹妹夫 相繼在2月底至3月初入院之後 院方已隨即召開內部會議 雙討應變機制 又向醫管局情報 如果當我們的隔離房 全部都滿了 例如我有10間房 有10個便宜 第11個怎樣呢 其實第11個是放回去第一間 變成有一間房有兩個便宜 還是放進一間大房裏 這個其實是我們需要聽更多意見的 所以跟著那兩三天 其實是有不止一個的電話 不過急証室顧問醫生吳振華就指出 他本人並不清楚 院方有沒有向醫管局情報個案 而另一個急証室醫生周建華就說 雖然醫管局在劉劍倫入院前一天 已經向各醫院聯網發出肺炎指引 但他並沒有看過 他又表示當時已經知道廣州爆發肺炎 但由於資料有限 對疫情並不了解 並沒有加強防疫措施 亞洲電視記者賴永保報導 英國蘭小急足球聯賽 曼徹斯特城打比大節 曼聯憑著三個頭鎚 以3比1贏曼城 張志豪報導 講到兩隊的狀態 主場曼聯明顯被曼城較好 剛剛是周中的歐冠杯2比0 贏了斯特加的曼聯 在7分鐘 由加利利維利加一個欺負到好處的全中波 被史高斯投鎚一批 替曼聯領先1比0 近幾場都沒有進帳的曼城 在24分鐘再度失手 除了右路進攻之外 曼聯在左路的進攻同樣有威脅 雲利斯特萊有利用頭鎚 將比數擴大到2比0 沉著應戰的曼城 在下半場一直等待機會 胡禮菲立斯個人突破 連過幾關之後 拿遠處網仔入 為今場比賽掀起高潮 不過隨著史高斯救後時間 在今場作出第二次的頭鎚 建功之後 曼聯鎖定3比1比數到原場 亞洲電視記者張志雄報道 新聞上入, 再會